2010年阿娇终于在照片风波两年后决定付出同一组合的阿萨 就在同一天内向大家宣布了结婚和离婚的消息 她被媒体拍到郑忠基的照片 两人这才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告四年隐婚走向结束 之后她被媒体追问和郑忠基离婚后会分到多少财产 没想到她直接回复说要我给她吗 我自己搞得定自己 虽然一直以来阿萨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形象 但实际上她却有着常人所没有的野心和冷静 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感情上 阿萨才不是什么信奉顺其自然的简单角色 从郑忠基到陈伟婷再到搞定豪门阔哨 被阿娇羡慕的阿萨可比你想象中拽多了 最近沉寂很久的阿娇终于有新作品播出了 但这次却没有赞美全是批评和嘲笑 大家说即使摄影师各种找角度 也无法让发胖的阿娇重现昔日的美貌 说她无论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美人耻目的事实 大家实在不理解 当年那个站在阿萨身边 红透半边天的玉女偶像 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反倒是一向低调内向的拉萨 如今更让人羡慕 回想当年Dreams站在舞台上 一动一镜形成完美的组合 阿娇不止一次的在采访的时候 表示对阿萨的羡慕 阿萨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她可以开心的去开玩笑 但是我从小到大就没有 也没有很愿意去跟人家沟通 但事实是 他们都来自于单亲家庭 截然不同的是心态 对阿萨来说 破碎的家庭是前半生 决心改变的是后半生 虽然三十多岁的她 看起来一直都是一副童年的样子 但其实阿萨很早就开始独立 因为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 所以内心比同龄人早熟很多 离婚前 阿萨的父亲从没接触过家务 是家里的少爷子 直到和阿萨的母亲离婚后 才开始尝试洗衣服 洗碗以及到超市买日用品 多年后 阿萨还将和父亲之间相处的点滴 都写在了自己的自传里面 我爸爸尝试用洗衣机来洗衣服 可是每次洗完以后 都发现衣服上面有很多白色粉末 她第一次下厨 真是激情四座 煮了一个西红柿熟仔汤 闲得我快要哭了 她说自己没有放盐 但却在煲汤之前 把猪骨拿去腌制 我快疯掉了 后来她只好跑到外面 买叉烧回来给我吃 从此以后做饭的重任 便落到了阿萨的身上 并在书里调皮地表示 幸好我从小就看方太与我学做菜 不然我们两父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她心里父亲可能不是个好男人 但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爸爸 和妈妈离婚后 父亲曾经有过两个谈婚论嫁的女朋友 但是却害怕重组家庭 会给阿萨带来更深的阴影 于是便斩断情思 把心思全都放在了抚养阿萨的身上 阿娇能走进娱乐圈 和父亲也有离不开的关系 父亲曾是文艺公司执行官 从小就培养阿萨身上的文艺细胞 正巧阿萨也很喜欢唱歌跳舞 读中学的时候 甚至还想过放弃学业 直接闯荡演艺圈 在爸爸的劝说下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如此想来 后来她和阿娇组成Transfer组合出道 大概和父亲的人脉不无关系 除了物质之外 她还给了阿萨不小的精神支持 起点相同的阿娇和阿萨 怎么活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当年刚出道的她意外发现 有一位铁粉为自己组建了粉丝后援会 但是这位粉丝并没有亮明身份 一直都在很积极地宣传阿萨 直到多年后 她才知道那位神秘粉丝就是父亲 都说父爱如山 但父亲却不像母亲 他们常常不善言辞默默付出 不过虽然母亲一直不在身边 但该给阿萨的母爱却从未缺席 母女俩经常沟通 所以阿萨并没有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完整而自卑 和妈妈的感情也很不错 阿萨也一直将母亲当作自己最尊敬的人 因为她爱一个人时会尽全力付出 一旦意识到爱已不在也能理智面对 及时止损 这也是阿萨对感情一直秉持的态度 对待朋友时也是一样 Rence的成立完全是因为阿萨的主动 当时她无意间在练习室 瞥见了长相精致的女生 身上自带一种清冷的大美女气质 阿萨原本只是单纯的想跟她做朋友 于是主动上前搭讪 这个女生就是阿娇 一个偶然的搭讪 让两个女孩从此再也没有消失在彼此的生命当中 阿娇虽然还比阿萨大一岁 但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阿萨来照顾她 知道阿娇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所以每次被粉丝包围她总是紧紧抱着对方 护着她走过人山人海 她还说过阿娇在自己心里就像是一块不能缺少的肉一样 就这样两个人打造出了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组合 成为了无数8090后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印记 他们出唱片拍电影 最红的时候被封为校园偶像 在各大高校备受追捕 但到了2008年 一切光环都如烟花般散去 这年成了Twins命运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 他们拿到了金举奖亚太区 最受欢迎香港女歌星 荣誉加深 他们紧紧相拥 但一个月后 几张照片将他们所有努力毁于一旦 照片事件之后 Twins被全民针对 阿娇隐退 所有人都劝阿萨远离阿娇 阿娇也害怕连累姐妹 哭着跟她讲 要不就放弃自己 但她却一直很坚定地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解散 还安慰她过去就好 阿娇不想抛头露面 阿萨便独自撑起两个人的业务 必保training的招牌 一直到两年后 2010年 一切看似尘埃落定 阿娇终于重拾信心 他们的准备在红堪体育馆梦想开始的地方 再举办一次付出演唱会 但还没来得及宣传 阿萨这边就出了问题 这年三月 阿萨被媒体曝光了 和郑中基已经已婚四年的消息 外界一片震惊 可当天下午 两个人就召开发布会 说明了已经离婚的情况 阿娇全程淡定 虽然眼睛红红的 但并不影响她的状态 当时郑中基在香港地位不菲 人称太子基 并不是一位作品 而是一位父亲 郑中基的父亲郑东汉 是娱乐圈里的大亨 有着资深的娱乐背景 曾经是香港知名吉他手 和泰迪罗宾合组的乐队红极一时 后来转而向幕后发展 年纪轻轻就接管了保利金唱片 一手捧红了张国荣 徐冠杰 谭永林等众多天望天后 可尽管如此 阿萨却没有享受郑家一点便利 2002年时Trink刚刚走红 阿萨性格活泼可爱 在一次合作演出时 被郑中基一见钟情 但当时两人都处于事业上升期 公司也明确规定 不许一人谈情说爱 所以两个人只能以地下链的模式 在私下你浓我浓 为了躲避勾仔跟拍 阿萨每次只能从车子的后备箱 记录郑中基家里 这让她感到十分委屈 后来阿萨回忆 有一次夏天天气非常热 但是我回家还是得躲进去 我感觉要闷死了一样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郑中基 可对方却把这当成是一个游戏 因为每天都要想新的点子 面对阿萨想要结婚的欲望 郑中基最终答应了下来 但条件是不可以公开 两个都没有经历过婚姻的年轻人 一开始还觉得非常新鲜 阿萨在外依旧是清纯玉女 但好景不长 太子基实在太花心 身边的女伴层出不穷 每一个和她走近的女孩 都会传出恋情和绯闻 一个巴掌拍不响 阿萨实在难以忍受 心里满是委屈的 一次回到家中 她看见丈夫居然将女人带回了家里 便狠心决定离婚 郑中基本不想公开 但阿萨却心有不甘 结婚的时候偷偷摸摸 离婚时一定要光明正大 于是便召开了记者会 虽然恩爱时付出了不少心血 但分开时 阿萨也是绝不留恋 两人离婚后 她从没再公开和谈论过 和郑中基有关的话题 就算前夫在各大节目中大谈 两人的感情经历 但阿萨依旧守口如瓶 她一直对外坚称 对方是个好男人好丈夫 离婚只是因为当时 两个人都不够成熟 处理不好婚姻 不过虽然摔过跟头 但阿萨在后来的日子里 依旧爱得常亮 和郑中基离婚后 阿萨参透人生 人生唯一能依靠的 就只有自己 一个女性 如果想要拥有自由 必须要有足够好的事业垫底 俗话说得好 花五百日红 娱乐圈里 暗潮涌动 自己说不定 哪天就再也无法翻身 之后 她便在老板杨寿成的指点下 将目光放在了香港房地产事业上 仅仅几年就大赚百万 如今 她已经是身价上亿 手握几个千亿单位 是娱乐圈名富奇时的隐形女富豪 自己赚来的钱 怎么花都舒服 在此期间 她和师弟陈伟婷 还有过一段短暂的露水情缘 在节目中 阿萨大放地表示 自己和陈伟婷是灵魂伴侣 但天后与新人之间的巨大距离 终究是无法磨合 没过多久便走向分手 所谓足够优秀 才能吸引更优秀的人 却是如此 距离第一段婚姻九年后 阿萨已经长大成熟 不再是当年只懂付出的单纯小女孩 她也因此在进豪门 2017年 阿萨和麻将馆大王实践会的孙子 石横聪宣布恋情 据说 石横聪的家人都非常喜欢阿萨 多次表示过 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生 既没有巨星架子 也不贪财 而石横聪也是为让女友放心 去哪都将阿萨带在身边 虽然两人还未举行婚礼 但已经开始试婚同居 去年八月 阿萨透露自己 已经冻好二十粒卵 为日后当母亲做好准备 爱人先爱及 一个不会在爱情里迷失的女人 一定会被上天眷顾 阿萨始终都觉得自己 值得被宠爱 所以才能每次在机会来临时 紧紧抓住 就算受伤也无怨无悔 阿萨在参加大牌驾到时 主持人给她看了一段 阿娇对她的评价 阿娇一直很羡慕她 觉得她做事果断 从小就幸福 看完视频后 阿萨沉默了很久 深深叹了一口气 她和阿娇对待人生的态度 有着截然不同 阿娇始终现在过去 她却坚信 要看向未来 每个人都有难看的过去 你看我好我看你好 我觉得 要靠你自己去改变你的世界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 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